毛主席仁慈善良 可殊不知他将所有的狠心都给了自己的子女 尤其是次子毛岸青 因为革命的原因 毛主席的十位子女腰折的腰折 走散的走散 那最后平安长大的只有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 和黎明里那姐妹俩 然而1950年毛主席却再次的将毛岸英送上了战场 在做出这一决定时 主席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 毕竟战场上刀枪无眼 只是他没有想到噩耗会来得这么快 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毛岸英就英勇就义了 周总理在收到报告后 担心主席承受不住 一直死死地瞒住此事 直到主席自己发现了端倪 可令所有人都意外的是 毛主席在看到电报后 并没有外露太多的情绪 只是颤抖的双手和嘴唇 泄露了他此刻的悲伤 毛岸英牺牲后 主席就只剩下毛岸青一个儿子了 那众人都以为主席会对他更加疼爱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主席对毛岸青越来越疏远 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毛岸英牺牲时 毛主席已经58岁了 正是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因此众人都认为 主席会对唯一的儿子毛岸青更加疼爱 以弥补内心缺失的部分 然而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在这之后 主席便开始有意地疏远毛岸青 甚至还把毛岸青送到了苏联去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毛岸青在得知各个牺牲后 极度悲痛之下救急复发 情况非常不好 毛主席送他去苏联 那也是为了治病 身体好转后 主席就将他接回国了 起初主席还会抽时间去看看他 但慢慢的 主席就开始对毛岸青避而不见了 即使是毛岸青主动的请求 主席也是找各种理由来推辞 久而久之众人都认为是毛岸青不得疼爱 特别是在得知主席不允许 毛岸青参加自己的葬礼之后 那有关毛岸青不受宠的谣言就更甚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毛岸英和毛岸青都是他的孩子 他为何对兄弟俩的态度又不一样呢 多年后 毛主席的贴身位是谢静怡说出了真相 我们接着往下看 毛主席有一次在看毛岸青写给他的书信时 曾经无奈的说道 我不敢看岸青啊 只要看他 我就想到他去世的哥哥和母亲 毛岸青兄弟俩的容貌和母亲杨开慧非常像 毛主席每次看到他都会控制不住情绪 而毛岸青的身体本就不好 受不得刺激 正是因为心疼儿子 他才不愿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毛岸青 无奈之下 只能选择对毛岸青避而不见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作为一国领袖 毛主席深知政治的复杂 更何况当时的局势也十分动荡 在经历过毛岸英的牺牲后 身为父亲的毛主席 只希望毛岸青能平安顺避地过完这一生 因为担心他受到牵连 所以才不允许毛岸青出席葬礼 虽说这种态度对毛岸青并不公平 但这份沉重的父爱比任何感情都厚重 相信毛岸青也比任何人都能体会这其中的良苦忧心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